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我们来做老北京的传统小吃 门丁肉饼 它皮薄馅大,鲜美之多 做法还挺有讲究 首先喝面 200克的中筋面粉中 加入面粉重量70%的水 140克 同时加入20克的油 以提升饼皮的酥脆感 这是讲究之一 面团一定要喝得软 传统的门丁肉饼是以牛肉大葱做馅 将120克左右的大葱切成葱碎 250克的牛肉碎中 加入10克香油 搅拌后静置10分钟 使香油的味道渗入肉馅 加入60克的花椒水 充分搅拌 使肉馅上劲 之后分别加入 一小勺五香粉 一小勺13香 15克姜末 一小勺老抽 一大勺生抽 一大勺料酒 搅匀后 加一小勺盐提味 并加入两大勺黄豆酱提鲜 最后加20克的食用油 锁住肉馅的水分 翻入冰箱 静置一个小时 这个面团 重约360克 可以下12个剂子 每个剂子30克左右 面团很软 轻柔 压扁 即可 包制前 取出冰箱里的肉馅 倒入大葱 搅匀 面剂子不用擀 稍稍压制扁平 门丁肉饼 讲究皮薄馅多 30克的皮 一般可以包40克的馅 视频中 馅的配方 大约480克左右 正好可以做12个门丁肉饼 煎门丁肉饼 不需要太多的油 锅底倒入少许油 刷匀 放入前 给饼烧架整形成 这种扁圆柱形 中火 煎8至10分钟 表面抹点油 翻面 可以看出 底部的焦黄色 非常的漂亮 锅内加少许水 大约2大勺30克左右 盖盖 中小火 继续煎8至10分钟左右 门丁肉饼的直径 大约5厘米 厚度2.5厘米左右 门丁肉饼的直径 它外焦里嫩 皮酥肉香 咬一口鲜汤四溢 因为外形 像宫廷门上的门丁 故取名 门丁肉饼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继续